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是做人和做事情 人活了几十年 我们有时候做人却一直在伤害自己 被别人在外面伤害一次 回到家里要责怪自己 难过半天要伤害自己几十次甚至一百次 所以在初识当中 我们除了伤害自己又去伤害别人 佛法有很多的道理告诉我们如何做人 怎么样去处事 但我们就知道理论不能修生活的波罗蜜 所以很多人吵架都没有智慧 因为学博就是学做人 很多人去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总是满脸凶相 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 大家想一想眼睫毛这么长 但是没人看得到 但是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人就是因为太刚 所以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 学博人应该从柔不从刚 因为中国传统上来讲 以柔克刚事为本 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不能太刚猛 不能执着和好强 所谓执着一生空无一生 常爱面子的人 常后悔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当你在发怒非常难过 想发脾气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做任何决定 否则你一定会伤害到自己的 学博人要学会放下 开悟人 智慧一生 才是真实的人生啊 想一想同样是刚和柔 人的嘴巴里有舌头是柔的 有牙齿是硬的 但是虽然牙齿硬舌头软 大家想一想最早住坏的却是牙齿 舌头可以伴随你到死后 才逐渐的腐坏 可见柔软比刚强更要长久 华言经说 热柔和人如法安住慈悲喜舍中 也就是意思一个人快乐温柔的心和忍耐的心 他能够住在慈悲喜舍当中 一个人今天还能笑得出来 还能开开心心 哪怕一分钟 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一分钟的快乐 你今天能够拥有一个小时的快乐 你就没有一个小时的烦恼 所以永远要让自己拔喜充满 汉山大师曾经说过 红尘白浪两茫茫 人鲁柔和是妙方 所以做人应该从柔不从刚 所以我们要做人 要学会忍辱才能精进 家庭的矛盾和孩子的矛盾 都是要靠忍耐才能得来的 我在澳大利亚做广播 有一天一个老人家打进电话来 说他的儿子剃了一个头叫汉奸头 是当中两半分开的 我跟这位老人家说 老人家你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 这叫时髦 这叫德华头 因为刘德华剃的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和我们过去的老人家 有一段的心理障碍 所以要柔和 只要在精神上 能够让他精进不要做坏事 在其他的方面还是要随缘 所以学博人最重要的是随缘 很多的男女在婚姻破裂之后 天天的责怪自己 伤害自己 甚至自残自己 就是想不通 其实原本他不会永远的 记住了 原本只是一段一段的 所以当这段缘分没了的时候 会有下一段缘分继续等着你 所以做人要想得开 要随缘 不能执着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佛 才能看穿这个世界 无偿的真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